王一博被网友讥讽,改名为王二博。照例引黄色水钻纱裙造型。王一博以个性,冷酷的线条被誉为华语娱乐圈新一代美男。然而,我偶尔会看到一个被怀疑美学或关于颜值不稳定的争论,时而起落。 而最近,王一博的外形再次在网友中引起争议,明星陈情令的长相突然变得圆润起来,就像吃了孵化粉一样。看起来真的很锋利。 大家看之前和现在的男神倾斜角度对比画面来看,王一博的脸现在没有了方正的棱角。很多人觉得他的脸肿了,下巴两个河也显露出来。 正是因为这双下巴的特点,很多网友还讽刺王一博,建议男明星改名为王二博就行。 王一博的增重模样在男明星正在拍摄的新电影《无名的海报》上更加显相见。 这部电影是博纳影业集团出品的一个资金巨大的项目,王一博有机会与梁朝伟等人影帝一起出演。 王一博和前辈一起出现在海报里,比自己大35岁的学长还要差,失事。 不少网友评论说梁朝伟风度翩翩,气质多少,看王一博有多无聊。 舆论对王一博近期状态的评价如何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我觉得年轻时每个人都经常遇到体重上升,体重下降的情况,但作为一个经常被照相的艺术家,希望王一博好好照顾和管理自己的身体,让外表变得更美。 你觉得王一博现在的状态如何,请在文章下方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吧。 赵丽颖黄色水钻纱裙造型 赵丽颖黄色水钻纱裙造型 赵丽颖今天这套红毯造型非常许半夏的感觉,复古卷发搭配蝴蝶项链,贵气优雅状态真的好好,笑起来好可爱,真是太喜欢赵丽颖的造型了。 羞答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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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羞答答答